好,你我到底为了什么而哭呢 对不对 我想圣经里面 有很多记载 都跟这个字 都跟这个事情有关的 我们如果能够 很好地对照他们一下 而且又很谦卑地 省政地思考一下 我自己到底为了什么而哭 一定会对我们有喜法 有光照,有帮助 我们固然 真的不必要到 以色列这哭墙去哀哭 他们是为了什么 曾经过破家亡 整个的圣职 留下了这一堵哭墙 而没有真正的考虑到 为什么 会有今天的结果呢 我们也不必 更加是不战争 像有个异端 有旁闻走道 叫笑派 一进入教会 不问情有的笑 哈哈哈哈笑 以为是圣灵充满 当然 我们也没有必要 笑发另外一个异端 走道 就说哭派 到了教会就大哭 到底为了什么 到底为了什么而哭呢 这是值得我们今天思考 我们当中有些人 可能在疫情当中 自己亲人过世了 这是人之场景 一定会难过哭 一定会难过哭 有人看到 怎么样 股票大跌 金融上受到很多的损失 为这个哭 有些人正就为 哎呀我隔离了 我不能出去玩了 为这个哭 我们到底为什么哭 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圣经里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首先 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 他就哭 那么 我们有圣经的可以看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第五章 希伯来书第五章 这里说 第七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寄大声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 蒙了应免 你能够想象吗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那个 曾经创造这个世界 为了救赎我们的 这位主 来到这世上 大声的流泪哀哭 为什么呢 他要求的力量 顺服上帝的旨意 要去拯救别人 拯救别人 那么 我们 想到这个 他为了拯救我们 而大声流泪哀哭 我们自己是被拯救的人 我们为什么而这样哀哭呢 是为自己 没有认罪悔改 没有重生 没有真正得到主的恩典哀哭 没有感受到主的爱而哀哭 还是为了什么呢 大家也知道 圣经里面有两次记载 耶稣哭了 是最短的圣经证节 一次 耶稣在拉撒路的坟墓面前 哎呀 耶稣哭了 四个字 留在中文圣经 大家说你看 哎呀 他多么爱这个人 其实 耶稣还不是为了拉撒路而哀哭 因为他知道 拉撒路很快 就在他的祷告以后 在上帝大能 赤不下 就会复活的 他不会为这哀哭 他是为了那些 周围的 自己的同胞 以色列人的 刚硬的心而哀哭 因为圣经里面记载 拉撒路复活以后 那些反对耶稣人 怎么样 非但是不赞美感谢上帝 反而怎么样 想把耶稣 连拉撒路都要杀害了 耶稣为他们的 刚硬 为他们的 这种悖逆 的心情而哀哭 另外一次 耶稣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 他为耶路撒冷哀哭 一般的人都以为耶稣 到耶路撒冷去做王 要推翻罗马 其实 耶稣说 我多少次 想把你们 聚集在我的翅膀底下 好像母亲 聚集 这个小鸡那样 但是你们不愿意 你们也不知道 关心你们平安的时候 耶稣哭了 耶稣哭了 至少圣经 有这三次记载 哀哭 我们不妨 看一看 保罗为什么哀哭 使徒行 这二十章 这是非常感动人的 一个圣经 使徒行 这二十章 大家看 使徒行 二十章十九节 三十一节 三十四到三十八节 二十章十九节这里说 保罗讲 我服侍主 凡事谦卑 眼中流泪 又因犹太人的谋害 经历四年 这是 十九节 三十一节呢 三十一节怎么讲 这里讲 所以你们应当警醒 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 不住的 流泪 劝诫你们个人 最后 来接圣经啊 就最后了 这里讲到 使徒行传第二十章 最后怎么讲 三十四到三十八节 所有跟他一起聚会 一起祷告人 抱着 保罗而痛苦 尤其保罗讲到 这是你们最后一次 见到我了 我这次去到耶路撒冷 要为主寻道 弟兄姐妹 这位叫人常常喜乐 而且在腓立比书里面 叫人要大大喜乐的 这位保罗 曾经哀哭过 但他为什么哀哭呢 刚刚已经读到了非常感应的使徒行传二十章 他对以弗所教会 以弗所的长老所讲的话 那盼望的使徒彼得呢 当然有很多 直到他年老的时候 他说 在主指示他的帐篷快要拆下 意思就是他快要为主寻道以后 他还提醒大家 但我今天不讲这个 大家一定会知道 彼得一度软弱 曾经怎么样 三次否认过主 这事情大家不会忘记的 不会不记得的 但是怎么样呢 马可福音就记载 马可福音怎么记载 这里说 大家可以看 马可福音第十四章 七十二节 大家知道 马可 彼得有一度称他为儿子 也是他的书记 一般解经 他认为马可福音是 第一本福音 四福音到第一本福音 那么 十四章七十二节怎么样呢 当彼得 看见耶稣从审判听出来 突然想起 耶稣跟他讲的话 今日击较以前 你要三次不认我 耶稣带着忧愁 慈安的眼光 出到他的眼目的时候 他记起主的话 也记起耶稣说 我已经为你祷告 叫你不止于失落 虽然撒旦像塞子一样 想塞你们 但是 我已经为你祷告 你回头以后 你还要 帮助其他弟兄 他一想到主 对他的提醒 主对他的爱 对他的关怀 对他的支持 对他的支持 以及自己的软弱 亏欠 他就出去痛哭 而且按照英文希腊文 他就没想起这次事情 他就痛哭 彼得要哭了 你我为什么哭 为我们自己软弱 为我们的罪 哭哭过吗 哭哭过吗 好了 爱的使徒 约翰 大家可以看启示录 爱的使徒 他为什么哭 大家都知道 约翰 曾经为了主的缘故 为了传绘缘故 曾经流放在拔木海岛 今天的考古 那是一个非常荒凉 凄惨的 一个可以说 改造重刑犯的 白天很多人要戴着 手铐 脚摇 晚上 怨声载道 白天 辛苦劳碌 危险 约翰是为这个哀哭吗 为了他已经年老 与家人 与教会各举哀哭吗 启示录 我们看 大家有圣经可以放到启示录 启示录 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 怎么样 因为没有人配展开 配观看的书卷 我就大哭 启示录第五章 第四节 我就大哭 约翰老泪纵横 不是因为他年老了 不是因为没有家人在身边 不是因为流放在拔木海岛 不是整天看到的都是那些 其他的囚犯那种 呻吟叹心埋怨等等 不为这些哀哭 他为了什么 没有人配展开小书卷 而爱哭 简单的讲法 就是说 没有人知道 世界的前途 教会的将来 以及上帝的子役 他为了这个大哭而起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看啊 犹大自派当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能以展开那书卷 切开那去因 我想 他可能马上就抹干眼泪 就欢笑 就感谢 就赞美 因为耶稣基督 那一位 为我们牺牲的 他有资格 被展开这书卷 要启示 他的儿女 教会的前途 以及最后天国的来临 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 为了什么哀哭 保罗 彼得 约翰 为了什么哀哭 但我们 为了什么哀哭呢 但我始终觉得 圣经是一卷怎么样 非常 真实 非常 极地气的 从来不是 单单讲一套 理论啊 或者是 传播某些哲学 它是把人间真实的感情 我一开始讲 喜怒哀乐 这是人之常情 都记下来 但我们从圣经 在记载当中 我们可以想一想 对不对 旧约 旧约里面 这个先祖的时代 大家可以看到怎么样 你如果 看这个旧约 先祖时代 很奇怪的我 我一看 虽然我手边 没有这个经文汇编 但是 我怎么样 一看 先记载的是 夏甲 他爱哭 夏甲怎么哭啊 夏甲怎么哭啊 我们要思考 是母子之情 因为怎么样 有一度 亚伯拉罕 亚伯兰 没有孩子 等了很多年 很多年 没有孩子 75岁应许他有孩子 到86岁还没有孩子 结果呢 他的妻子下来 就给他一个建议 娶我的婢女 让他生个孩子 结果他生了孩子 叫以斯玛利 但是问题就是 他生了以斯玛利以后 怎么样 他就 怎么样 他就小看他的祖母 小看祖母 后来亚伯拉罕 就非常的难过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后来就把夏甲 上帝说 把他 叫他走开 所以夏甲就带着 一个小小的孩子 以斯玛利 带利乎水 离开了家 到了一个地方 中东地方都是很干旱的 水喝完了 夏甲不能看着他自己的孩子 死在他面前 所以圣经讲 他就相对而做 他就 哭了 大哭 这可以理解 母子之情 但有没有想到 他为什么会有今天呢 他如果有了孩子 他能够感恩 带德 能够很好地对他祖母 很感谢上帝 而不是小看他祖母 以示引起上来对他的不满 也不会有今天 是不是 圣经还讲到什么 圣经还讲到 以嫂也哭 以嫂怎么哭 固然雅各不好 欺骗他 等等 多了他的 长子的名分 后来又 多了他的 这个 作为长子的祝福 后来怎么样 他回来了 也未也祝好了 给以赛 以赛也莫昏花 哎呀 他说 我的祝福已经 已经给了 已经给了 结果圣经讲 以嫂就大哭 也是痛苦 值得思考的时候 他为什么苦 他为什么有今天 雅各是有问题 欺骗哥哥 欺骗父亲 是 这个时候是有罪 但是 以嫂呢 轻看长子名分 以嫂呢 只是怎么样 有很多很多的 圣经讲 他又娶了外邦的人 等等等等 为什么 今天因为 得不做父亲 祝福了 他就痛哭了 这又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对不对 那么 圣经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这个 哀护 那么 我们看 刚才讲过了 下甲 母子之情 可以 很容易理解 但为什么造成 以嫂 应该失去了 长子的部分 到底他为什么哀哭呢 哎呀 长子可以 本来承受 两份的产业 可以超过其他人 还有 雅各 雅各也哀哭 雅各哀哭什么 我们如果看 这个 第37章 34到35 就是说 他的几个儿子怎么样做了坏事 欺骗他 说 你的 儿子 约瑟怎么样被野兽吃了 他空间 这个 就很难过 很痛苦 45章 也讲到 这个 好多 雅各的哀哭 但是 写的最多的是 约瑟的哀哭 约瑟的哀哭 约瑟怎么哀哭 哎呀 约瑟怎么样 为自己被兄弟出卖的哀哭吗 为被祖母 诬陷的哀哭吗 为 他的难友 忘恩负义哀哭都不是 圣经里面 是非常感动人的 对不对 当他的 兄弟来到他的面前 他不仅想到 上帝过去对他的应讯 过去给他的梦 今天完全的实现 而且今天 看到 上帝 觉得他 能够帮助自己的 富家 能够拯救了很多的 非但是埃及人 也拯救了很多的 他自己故乡的同胞 他很感恩 很感恩 很多的爱 圣经而且讲 他有的时候忍不住 就赶快躲到房间 去大窥场 然后再出来 大家都可以 从这个 上世纪 37章到50章 有好多次的 这样的记载 我们怎么哀哭 我们为了什么哀哭 像以扫 像夏家 像雅各 还像约瑟 我们都可以考虑 那么 好了 这个是在创世纪里面 出埃及记 西伯来人 受到苦待而哀哭 出埃及十一章第六节 但是 苦待人也要受苦 启示录讲 奴隶人必被奴隶 杀害人必被杀害 苦待 以色列人的 埃及人最后 在十大灾难里面 也受苦 他们也哀哭 好了 到了立位记 又有一个记载 立位记记载什么 立位记是 这卷书专门是对祭司的 讲圣洁的 什么 亚伦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 第二个儿子 因为现反火 被击杀 他们不是不知道 他们是 明知故犯 明知故犯 所以 被击杀 但是呢 圣经里面记载怎么样 亚伦两个儿子 被击杀了以后 不可以哭 上帝 不允许 亚伦哭 因为亚伦这样一哭的话 那大家可能会误解了 会以为上帝 是如何如何厉害 等等等等 相反呢 对 一个记事在 圣殿里面从事的工作 会反而疏忽 所以 不许的哭 但是呢 后来又 叫他哭 上帝是一位慈爱的天父 他知道人 他看到自己的孩子 死 哪怕是怎么死的话 还是会有感情的 好了 到了明述记呢 这是记载 为亚伦死去的爱库 这个 这是明述记 20到29节 二是 到了这个 生命记呢 是为了摩西 死了而哀哭 但是 在这之前 摩西死了 是人家为他哀哭 但摩西活着的时候呢 是在明述记 25章第6节 他是为了 他的同胞 以色列人 所有的罪 而痛苦 而哀哭 到4世纪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 哈拿 撒摩尔的母亲哀哭 对不对 因为怎么样 他的丈夫 有两个妻子 因为他不生育 结果呢 他另外一个妻子呢 就小看他 所以哈拿难过 痛苦 甚至不吃饭 甚至他到圣殿去的时候 一直在苦苦的哀求 大祭司还误会他 以利以为他 是一个喝醉了酒的 一个不震惊的妇人 哈拿哀哭 圣经是 非常的奇妙 记载了这些 对不对 所有 人间的感情事情 都记载 君王的事情呢 大为哀哭 大为哀哭 那么 我们一开始读的诫 一宿虽然哭泣 早晨便便 欢呼 大为为什么哀哭 诗篇里面 三十一篇 五十一篇 是惭悔诗 是最动人的 如果你看诗篇 这个 第六篇 第六 第八节 等等 再看诗篇 三十篇 刚刚我们读过的 十一节 第五节 我们就知道 大为是为了自己的罪 犯罪而哀哭 也为了自己犯罪的后果 使得他怎么样 第一个孩子 没有出生就 死了 死了 还有个孩子呢 为了谁啊 为了亚沙龙 反叛他 因为 他自己犯罪以后 他已经没有力量 能够很好的管教 甚至于也可以说 没有好的榜样 结果 反叛 而 最后是死的 哦 亚沙龙死了以后 大为非常非常痛苦的 亚沙龙啊 亚沙龙啊 我儿 我儿 我为你哀哭 那么 所有这些 君王里面还有个西西家哀哭 他生病 生得很重 甚至先知叫他要留遗住 所以后来上帝 增加他15年受处 他患病的时候 他怎么样 转脸朝墙 他就痛痛的哀哭 他说 怎么样 死人不能承受你 等等 我为什么哀哭 我们在生病的时候 或者面对死亡的时候哀哭 也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家里 某些情况哀哭 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我们必须要 更深的 去思考 你我 为什么而哀哭 为什么而哀哭 那么 大家都知道 八福里面 第二个福分 就是什么 第一个是虚心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 只有我们虚心 打开心门 让耶稣基督 进入我们的内心 但紧接着这哀动的人 有福了 我已经讲过 有福了这个字 在希腊文是 有一种圣洁的快乐 当时人不理解 圣洁我们今天 有些人也不理解 怎么 哀动的人有快乐呢 有所圣洁的快乐 圣洁的快乐 所以我们要为自己 的罪 为我们的软弱 为我们的亏欠 也为世界的痛苦 而哀哭 这样的人 会得到安慰 为今天在疫情当中 死掉多少多少人 也牺牲了多少 优秀的 医护工作者 还有 等等 为这世界的苦难而哀哭 便得安慰 但是最重要的 就先要为自己的罪 为自己的软弱 为自己的亏欠而哀哭 其实呢 圣经里面又讲到 我们不单单是自己 要哀哭 而且 要跟别人怎么样 我们不要单单读上面一句 与喜乐的人同乐 与爱困的人同哭 我个人觉得 一个人的快乐 独落 不乐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快乐 我不称你为快乐 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痛苦 我不称你为痛苦 所以圣经里面 罗马书12章 15节就叫它怎么样 与爱困的人要同哭 有的时候我们要有同情的眼泪 有的时候我们要对人的苦难 对世界的悲哀 尤其对今天很多人还硬着心肠 要拒绝上帝的爱 而难过而哀哭 还有最后怎么样 更重要的 引导怎么样 大家有没有记得 约翰为什么爱哭 对了 约翰的爱哭是为了什么 为了教会 为了圣公 的爱哭 我们教会常常讲 安息日是上帝的印记 不错 但怀姐妹也讲 就是说 印记是记在额头上面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言语行为 我们有没有圣洁 有没有上帝的印记 但有的时候 我们输货了另外一个章节 就讲到什么 以西节第九章第四节 我最近有的时候就提醒自己 也提醒别人 什么人可以受上帝的印记 要为耶路撒人 所行可证的事情 为教会的软弱 罪恶而哀哭 正像古时候 为以色列家 所有的犯罪而哀哭 这是上帝对 以西节 第九章所讲的 吩咐天使 要为耶路撒人哀哭人 才能够上受印记 有的时候 我们不要单单安息日 安息日很重要 我们思想 也与行为 我们有上帝的印记 圣经的印记 也不要单单 只是想到自己 想到教会 我们有多少软弱 有多少亏欠 教会里面 还有些罪 必须要清除 为这些 而难过而哀哭 才能够受上帝的印记 我相信 我也祈求 求主 兴起今天的 谁呢 今天的单一礼 虽然他三次 被上帝称为 大蒙倦爱 但是 他自己先认自己的罪 而且 圣经里面讲 他也哀哭 但你说第九章 第三节 第二十节 他哀哭 也求主 今天兴起 怎么样 忧国忧民 虽然被丢在 土牢里面的 成为流泪的先知 耶利米那样 耶利米为了 听处上帝的 吩咐 也劝诫 以色列百姓 和君王 但这些人怎么样 不听他的话 相反 把他丢在土牢里面 而 这个实在是 非常动人的 耶利米写歌 非但耶利米书圣经 还有耶利米爱歌 我最近刚刚又 一次的又读了读了 耶利米说 但愿我的眼睛像个 全员那样 可以为我的百姓 痛痛的哀哭 这是在 耶利米书 第九章第一节 我们读一读好不好 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一节 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他这里说 但愿我的头为水 我的眼为瑞的泉源 我好为我的百姓 中间被杀的人 咒业哀哭 等等等等 那么 如果你读完了 耶利米爱歌 他真是一个幽国幽民 为自己的百姓 为自己的祖国 为自己的圣殿 而痛哭 他说 他的头像水 他的眼睛像内的泉源 可以不断地为哀哭 求主今天兴起 像戴米那样的人 求主今天兴起 能够像耶利米这样的人 也求主能够兴起 因为我们不单单要 认罪要悔改 我们还要复兴 我们固然需要改革 没有改革的 不是真的复兴 没有复兴的 也不是真的改革 求主今天兴起怎么样 像尼西米这样的人 当他听见有些同乡 甚至自己的亲属 从耶路撒冷来 他问他什么 我们平时看见一个 亲朋亲友或者来到你家 今年怎么样 家里收成好不好 水果多不多 生活过得好不好 我们都问着 他问的就是说 耶路撒冷怎么样 当他的同乡说 耶路撒冷现在还荒凉 还在痛苦当中 他就怎么样 痛苦 大家可以看 伊西米书整个会很感动 伊西米书第一章 第四节就这样 他就一直流泪爱哭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想到主耶稣的爱哭 想到保罗 彼得 彼得 约翰的爱哭 固然 上帝是一位 非常懂人情 非常了解 人生的种种痛苦苦难 也会被我们难过的一位 父子之情 母子之情 上子之情 等等 上帝都了解 人可能会自己爱哭 但要更深的 就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些痛苦 这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难 这是指的我们 在这个时候 更深的去思考的问题 求主更加 在今天 能够在我们的当中 能够兴起下 戴你那样 像 这个 伊西米那样 像 耶利尼那样的人 为了自己 为了跟其他人 分担别人的痛苦 而流泪 为了这个世界的罪恶 而难过 为了教会的福心 为了教会的软弱 亏欠 而流泪的人 求主兴起 求主帮助 我想 最后我讲一点点的见证 大哭 暗中哭 不哭 我有一个 这是在2006年 我在北京 我妻子打电话来说 你弟弟 跟我打电话来说 你的大哥 暗睡了 我听见这以后 我就关着门 我就大哭 我问上帝 上帝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当时 我们有个想法 我们很希望我们 年老的退休以后 我跟我的大哥 我跟我的弟弟 我们能够组织成一个 小小的一个 步道分享团 我大哥 他不是有四个博士 他有四种博士 医学博士 法律博士 神学博士 哲学博士 他可以在 某些人群当中 讲 可能更合适 他也在 国外国内 几个大学都 讲过课 教过课 我想 我可以作为一个 做草根 阶层的普普通通 一个传父 我弟弟也可以医病 可以帮助其他人 我的大哥 过课 我大姐神就说 他愿意把他的余生 因为上帝已经恩待他 使得他二十岁的时候 没有因为非结合过课 他就说 我现在的生命 都是extra 都是额外的 他祷告说 上帝啊 我愿意把我的生命给他 我也祷告 我不能说我都给他 我都给他 我不能跟他一起工作 我说上帝啊 把我余下生命的一半给他 我们有一天 说明可以同工 为主做一点点的见证 能够高举主的生命 传扬主的爱 我那次的痛哭 到今天我还没有忘记 我关着门 我就大哭 我就问上帝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也暗中哭过 就是有一次 晚上夜审 我为了福音的缘故 我曾经被拘留 曾经坐牢 曾经劳改 一次晚上夜审 我想一定是什么大事 原来到了下面 这审讯员 皮笑如不笑地问 他说 你有母亲吗 我说有 他年龄也不小了 我说是 他说 你想不想见见你的妈妈 哎呀 我心都快要跳出 我想 我连写封信 都不可以 连收到家里信 都没有 如果我能够有机会 见妈妈 那太高兴了 他马上就说 坦白交代 我说 我是一个年轻人 学校里面出来 教会里面 做一点点的工作 就说 讲到探访病人 做点服务的 什么都没有做过 讲了讲去 这些 他话风一转 好了 你回去 你准备把牢底坐穿 那天 我出来的时候 因为是夜省 从监防人就说 回来的时候 不要吵醒我们 我说我懂了 我懂的 你白天盼晚上 晚上睡了 也就解放了 晚上又盼白天 希望能够判决了 不至于待在里面 与世各决 与家庭各决 还可以出去 晒着太阳 呼吸着新鲜空气 可以活动一下 我说我懂 我回来就像跳芭蕾舞那样 走到了墙边 我不愿意人家看见 我的心思意念 我就吵架 那天撒旦就试探我 你孝顺吗 你还想见你的母亲吗 你还准备把牢底坐穿啊 那天晚上 几点钟睡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我就想到 当我被拘留 被抓的那一天 我两个弟弟 被单位扣住了 就妈妈跟姐姐 在这个 我们的后门 我看见妈妈哭了 我对妈妈说 妈妈不要哭 我对姐姐说 姐姐你安慰妈妈 也跟后面讲一声 但是那天晚上 我自己哭了 我自己哭了 但感谢主 第二天早上 在走圈子的时候 忽然有一首 赞美是在我的心中 我想把它整个背出来 不要说整首 连一切都背不住 就一句话 他爱我 过于母爱子 后来 好多年以后 我出来一番 赞美是第六十八首 第六十八首 他爱我过于母爱子 那天晚上 暗哭 我不哭 圣经有的时候 要求上帝的儿女 上帝的仆人 不哭 我刚刚讲过 对亚伦不哭 是一回事情 对不对 以其间妻子时 上帝叫她 不要哭 等等 我两次小小的经历 我六四年被拘留 一直到六八年被判 我四年没有见家里 也没有写过一封信 现在终于可以 见到家里人了 但我第一次的心情 是多么的激动 四年又见家里的人 当时我的头发 全部剃光了 我想 不要让家里人 看起来很难过 我就戴了一顶便帽 便帽 我穿着 我背上那天的 一些衣服跟裤子 当然 扭扣 拉链 全部已经拆掉 我用这个 热水的这个茶缸 当这个熨斗的样 烫一烫我的衣服 但更重要的 我求主 我说主啊 让我不哭 让我不要哭 如果我一哭的话 会引起家里人 多少的难过 固然头发是剃光 我遮盖了一下 脸是受血了 但是我求主 让我不哭 不哭 这是一次经历 感谢主 我真的没有哭 虽然我也是一个 很情感的人 遇到感动的事情 遇到难过的 悲哀的事情 看到这世界的痛苦 有的时候我看到 电视里面 世界的灾难 我也会哭 有的时候 我读到一些感人的 这个语句 或者世界 我也会 暗中的流泪 最近在疫情的时候 我有的时候 看电视 看这个 我自己 不知不觉的 就流下了眼泪 但是 上帝有的时候 叫我不哭 2014年 我的妻子 跟我一起生活了 四岁一年的妻子 而且为了等我 已经熬过了 差不多自己青春的这一位 暗睡了 暗睡了 那个上次礼拜 我说 我讲 一般是不大有人 教会里面 一般是不大会 为自己的妻子 或者丈夫 来主持讲的 剩下 我们知道 外科医生 一般是 不愿意替自己的 家人动手 自己的爱人 动手 我说 我讲 我讲 但是我有求助 我说 让我不哭 让我不哭 弟兄姐妹 喜怒安乐 患笑眼泪 这是我们人间 常常有的事情 但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想到 我们如果哭的话 上帝 今天我们知道 今天的心理学家 我上心理学课的时候 你如果有问题 不要越在心里 哭出来 哭 这也是一个方法 一个是 减低压力 释放的方法 基督徒也是人 连着耶稣来到世界 倒成肉身 他也哭 当然我 再说 今天我的题目是 你我为了什么而哭 这样我上次讲的 你我到底依靠什么 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在圣经里面 留下这些 鲜鲜的榜样里面 来形成我们自己 求主恩待我们 让我有的时候 能够与哭哭人痛苦 求主恩待我们 让为了教会的今天的复兴 为了今天的需要 而哭 因为约尔书说 怎么样 不要撕裂衣服 要撕裂心肠 要哭 求完语的圣灵能够下降 完语圣灵怎么能下降 如果教会里面不能够彼此相爱 不能够同心合意 都还是在争权夺利 或者是还有种种软弱亏限 完语不可能下降 约尔书叫我们要为这个哀哭 尤其是教会的领袖 要带头哀哭 求主恩待我们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过不久的将来 启示录 你的预言叫应言 启示录怎么讲 这里面说 在末后 我们知道现在很浮夸的一个时代 也很爱虚荣的一个时代 很爱怨恶的 不爱上帝的一个时代 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所讲的 以及怎么样 主必快来 又有很多的痛苦 罪恶的现象出现的 在我面前的时候 求主帮助我们审查一下自己的苦乐观 到底什么痛苦 什么快乐 为什么流眼泪 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 一宿虽然有哭泣 一宿虽然有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有一天 启示录二十一章所讲的 不再有疾病 不再有痛苦 不再有哀号 也不再有死亡日子 一定会 求主早早的来临 恳求主 现在我们先求主 福兴我自己 福兴教会 能够与主同心 多多的救灵 这个世界才有希望 我们做个简短的祷告 亲爱的天父 你非常爱我们 你让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担当我们的罪 承担了许许多多的痛苦 我们圣主还不知道 不体会 我们谢谢你在圣经里 流露了很多很多的人物 有的是先前 有的是我们前车之间 求主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于是在今天 用着我们这些卑微人的手 卑微人的口 卑微人的脚 能够高举主的圣名 能够穿越主的福音 能够引领更多人 求主在这个痛苦 疫情 这个蔓延的时候 安慰续续多多释放加厉的 安慰续续多多 能够有痛苦有艰难的 主帮助他们 带领我们的祷告 我们需要你 求主使用的我们 我们担感的祷告 感恩 祈求靠主的功劳 阿们 好 我们 谢谢黄牧师 给我们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唱 我们的上会诗 三百一十三首 敬礼救人 睡醒你 九罪冷明 他们承认 从罪而终要成就任出海 到处去走路来 引导往前向 向人报名主耶稣主罪罪 至今已久罪来 便他帮传来 耶稣是慈悲罪 灵罪来 喜妙是主恩典 主人求爱恋 若康飞开 他的脾气又折腾 大乐皆向罪人 寻告出恩怨 长城相信就必满足牵手 喜妙是主罪了 便他猛中人 耶稣是慈悲罪来 领罪 喜妙是主罪人 子典服责 向人赞兵为要卓人求责 藏领灵性在罗 是不知老口 谁以我列大门 您的佛中 是今夜就醉了 念他们承认 也说是慈悲做 爱您醉了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以及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阿们